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2年7月30日,星期六 我这个视频跟大家聊一下俄乌局势 我只聊一件事 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比较蹊跷的事情 但之前也发生过比较蹊跷的事情 之前的时候就是俄罗斯在从基辅撤出之后 实际上是从基辅的郊区撤出之后 乌克兰一方就搞了一个说俄罗斯在不查这个地方屠杀平民的那一件事情 就是俄罗斯它为什么要屠杀平民,对吧 如果说那些人是俄罗斯杀的,那那些人是平民吗 对吧,俄罗斯没有理由去屠杀平民 去杀害平民那是没有理由的 乌克兰方面呢,他也不说是屠杀 屠杀就是呢,大面积的,大量的,大批的绑到一起进行杀害 而不查呢,就是他指控的就是零星的一些人的死亡 有的人在他的后院啊,有的人在某一个仓库啊 就算是这件事情呢,疑点也特别多 有可能那里面呢,有好多就是演员演的,也未可知谁知道啊 而且呢,他当天没有后来才有,那件事呢,现在我有点说不清楚了啊 那件事我就不说了,比较奇怪的事儿 今天呢,又发生了,之后呢,乌克兰经常是指责俄罗斯以平民或者以民事目标为攻击目标 实际上呢,这完全是不符合逻辑的 俄罗斯为什么要去攻击那些民事目标呢 其实军事目标他还没攻击完呢,对吧 就攻击那些军事目标不就完了吗 你比如说乌克兰现在,他仍然还有飞机能够起飞 那就说明呢,他的机场,俄罗斯并没有给他瘫痪掉 他就攻击机场来的多有效呢 为什么要去轰炸居民楼呢 对不对,而每一次呢,乌克兰一方指责俄罗斯是目标攻击居民楼的时候呢 俄罗斯就说我们是在攻击一个军事目标 比如说前两天呢,就是那个军官俱乐部 那这个军官俱乐部被轰炸以后呢 乌克兰一方首先呢,他并不说是军官俱乐部 他说是一座办公大楼被攻击 还有呢,民宅被攻击 而他所出示的那些照片呀,还有视频呀 基本上都是街上被炸毁的那个汽车 还有呢,部分民宅的设施 他就不拍那个行政大楼 因为他要一拍行政大楼呢,立马就露仙说 那就是这个军人俱乐部 人们就会质疑为什么是军人俱乐部 果不其然后来俄罗斯就公布说呢 就是攻击的军人俱乐部 为什么要攻击那个军官俱乐部呢 因为乌克兰的军方当时正和美国的军火商 跟他讨论关于军火的问题 所以说俄罗斯当时呢就把那座大楼给他轰占了 那是他们的攻击目标 并没有把旁边的这个民用设施 或者居民楼作为攻击目标 至于说居民楼有一些损失呢 那也是被波及到的 他的目标并不是居民楼 从逻辑上说呢,绝不是居民楼 那么昨天又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呢 昨天的时候呢 乌克兰就发布了一个消息 说是顿涅刺客的一座城市 他不说顿涅刺客共和国啊 他就说顿涅刺客的一个城市叫叶列诺夫卡 那有一个战俘看守所 那里面呢就关押着俘虏的乌克兰的军人 说是俄罗斯呀轰炸了这个看守所 昨天的时候呢就造成了四个乌克兰的军人死亡 130多个人受伤 说这个死亡人数呢可能还在攀升 那么这就是乌克兰一方所公布的 乌克兰一方呢就说为什么说俄罗斯要轰炸这个看守所呢 说是因为啊说9月1号的时候呢 俄罗斯要对这个看守所进行检查 进行一些行政工作的检查 其中一项内容呢就是检查这个生活费啊各项开支的去向问题 那么他们顿内刺客的人呢 他们是贪污了看守所的这些战俘的生活费 所以呢他们就提前就把这看守所呢就给他炸了 目的呢就是为了这个 那就是说呢炸这个战俘营呢 并不是俄罗斯的军方所为 也不是俄罗斯的官方所为 而是某一些贪污了生活费的人所为 那就应该是这样的对吧 那么今天呢俄罗斯一方啊就出来说 这件事是真的 乌克兰说呀 这个战俘营被炸这件事是真的 有战俘营的战俘死亡 这也是真的 到30号为止呢 已经有50个人死亡 还有一百多个人受伤 这都是真的 但是这个战俘营的被炸 并不是其他人的炸 而是乌克兰所为 为什么 就是因为炸这个战俘营的这个炸弹呢 它来自于海马斯 那谁有海马斯啊 只有乌克兰有海马斯吧 那这个就看起来就很清楚了 对吧 既然是海马斯炸弹炸的 那就只能是乌克兰 那么乌克兰为什么要炸这个战俘营呢 这个战俘营里面的这些战俘都是乌克兰人呢 都是乌克兰的军人呀 他为什么要炸呢 在战场里没有死 那之后呢双方可以通过交换战俘给他交换回去 对不对 那他为什么要炸呢 那他为什么要炸呢 俄罗斯说呀 这就是一个阴谋 为什么 因为呢 顿炸刺客马上要对这些战俘进行审判了 对所有的战俘的审判都是在顿炸刺客共和国的法庭进行的 如果对他们审判的话 你猜怎么着 这些人会说出真相啊 这些人会说出很多的真相出来啊 那这里面呢 一定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 会从这些战俘的嘴巴里面说出来 让全世界就都知道了 那其中会有什么 其中有可能就会有 因为那些亚素营呢 对乌东地区顿巴斯的这些平民进行种族灭绝啊 那这些事情和乌克兰的政府有什么关系 他们会供出来 对不对 再有事呢 在乌克兰的军队里面 到底有没有北约派来的军官 到底有没有美国派来的军官 之前的时候呢 不就是说有一些大鱼吗 对不对 那抓到了有一些大鱼 还有一些没有抓到的大鱼 那这些东西呢 战俘有可能全部都会供出来 那现在呢 这个战俘营被炸 就是为了掩盖这些事实真相 好 到这为止呢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乌方所说的和俄方所说的 谁更可信 谁更有逻辑性 好 现在这件事情呢 已经双方都是一致认为 这个战俘营呢 确确实实是被炸了 确实是被炸了 有人死亡 这也是事实 乌克兰说呢 当时有40人死亡 还在上升 俄罗斯呢 今天公布说 有50人死亡 有100多人受伤 和乌克兰说的是吻合的 那么说到这儿呢 我就有一个疑问 你乌克兰是如何知道 有多少人死亡的 看来乌克兰还掌握这个情报呀 那乌克兰是不是 在这个内部 是有联络人的呢 是有渗透的呢 才能掌握这个信息呢 也就是说呢 他如果能掌握这个信息的话 那他能够准确的轰炸 这个看守所呢 也能够顺理成章的解释通了 对不对 关于呢 这个轰炸 是不是海马斯的炸弹所炸 这个呢 我们暂且不说 因为现在呢 就是俄罗斯方面就说的 这个炸弹呢 就是海马斯的炸弹 没有其他的信息来佐证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 来分析这件事情 那如果俄罗斯所说的是真的的话呢 那乌克兰就是白孔莫变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说 他们双方只认对方炸的 他的逻辑 是不是说的过去 乌克兰现在呢 就非常矛盾 一方面乌克兰想指证是俄罗斯的罪行 他想说呢 这是俄罗斯的罪行 但是他当天所提出来的事实依据呢 却和俄罗斯的官方有错呢 是相矛盾的 他想说是那些贪污了生活费的那些人干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与俄罗斯是没有关系的 那那些要掩盖贪污生活费的人来做这件事情呢 是为了应对俄罗斯来检查的 那俄罗斯官方有任何的错吗 没有任何的错啊 对不对 所以呢 乌克兰要指控俄罗斯啊 他自己其实之前他所说的这个事实 就算是他真的是事实 你也扣不到俄罗斯官方的身上 对不对 俄罗斯官方是没有任何错的 然后呢 我们再说俄罗斯方面 指责乌克兰的这个指控他成立不成立 之前的时候呢 乌克兰就指控俄罗斯轰炸民用目标 把民众作为攻击对象 这个呢 我们认为他是完全说不过去的 还有呢 就是在马里乌波尔啊 转移地下那些平民的时候呢 乌克兰就说俄罗斯阻止 这个逻辑完全说不过去 俄罗斯只能是希望民众赶紧撤离 只剩军人 让他们毫无顾忌的进行攻击和轰炸 而不希望平民在那里头 然后他炸完了以后呢 被扣上十盆子 这完全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说呢 乌克兰一方啊 在之前的时候对俄罗斯的指控呢 就有这种自相矛盾 逻辑上说不过去的地方 然后呢 我们再说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说这个事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呢 我们这儿有海马斯的这个炸弹 铁证如山 还有之前的时候呢 就是你还记得吗 是那个叫什么火车站呢 被炸 有些平民呢 被炸死了 那次乌克兰呢 也指说是俄罗斯炸弹 但是呢 俄罗斯当时就给他拍的 在地上的那些炮弹皮 就是原点U的导弹的炸弹 原点U是谁的 原点U就是乌克兰的呀 后来那个事呢 乌克兰根本就解释不了 那个原点U的那个炸弹 那现在又来了 俄罗斯呢 方面就是说 他是什么目的 我刚才已经说了 他就是为了掩盖 这个非常说得过去 因为这些战俘呢 他们就面临着审判 他一审判的时候呢 就会说出来好多的真相 好多的真相 你也别说是乌克兰的 那些个军官和士兵了 就是那些雇佣军 就美国的雇佣军 他回去以后呢 都说出来了好多的真相 说那标枪导弹呢 纯粹都是过于夸张了 他的功能 而那标枪导弹呢 根本就不好使 而且美国给乌克兰 提供标枪导弹呢 这里面很多没有电池 没有电池 根本就没有办法用 就是废铁而已 这是美国的雇佣军 回去说的呀 那么这个信息呢 对美国其实非常不利 对乌克兰也非常不利 说明美国呢 在这里面是做手脚的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就是说明乌克兰呢 根本就不把他们雇佣军的人命当回事 或者说呢 他们管理有严重的问题 现在呢 这些人很有可能会逛出来 那么这些人供出来 以后对谁不利 当然是对乌克兰不利 甚至对美国不利 所以呢 其实这一次 对战俘营的这个轰炸呢 不仅乌克兰在这里面有问题 很有可能这件事情呢 也会牵扯到美国 有没有美国的受益 或者是美国的默许 之前乌克兰有没有和美国 讨论过这些事情呢 或者他们有没有讨论过 说哎呀 这里面的战俘 我们有一些 哪一些事情 我们需要把他们营救出来 别让他们泄露出去 这些有没有讨论呢 说到这儿呢 我想起来前两天的时候呢 俄罗斯啊 和美国达成了一个协议 双方交换战俘 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我也觉得好生奇怪 美国和俄罗斯交换什么战俘呢 但是公布的信息是什么 说是美国手里有俄罗斯的一个贩毒的一个毒贩 是一个标准的罪犯 那美国呢 把这个俄罗斯人这个罪犯这个毒贩放回去 给俄罗斯换回来美国的两名间谍 听起来呢 很像是俄罗斯好像很关注罪犯的这个权利 而美国呢 关注的是为他们的国家利益做奉献的人物 听起来好像这样 但是呢 这只是表面 其实背后 是不是美国想让俄罗斯 把他在前线的一些大鱼给他放回去呢 一个或多个大鱼放回去呢 对吧 我觉得呢 这个逻辑性呢 比较说得过去 那现在呢 有可能说 啊 我这个战俘呢 我换不回去 那首先我就给他炸掉 这个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 而不符合乌克兰所指控的那个 就算是乌克兰指控的那个啊 与俄罗斯的官方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今天俄罗斯的官方拿出来了这个解释之后呢 那乌克兰又来了哟 乌克兰现在呢 就改变了他们的说法 乌克兰现在的说法是什么呢 说俄罗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是因为俄罗斯要炸毁这个 完了以后呢 栽赃乌克兰 说乌克兰用海马斯炸自己的人 让美国呢 对乌克兰呢 比较失望或者愤怒 让西方对乌克兰呢 比较失望和愤怒 从而停止给乌克兰供应武器 这个真的是说不过去 这个完全是说不过去的 那如果说 你没有用海马斯来炸的话 在现场怎么会有海马斯的炸弹呢 俄罗斯肯定得拿出来 现场的那炸弹皮什么之类的 肯定得拿出来这些证据啊 对不对 你能说得清楚吗 之前呢 乌克兰就是说 说某一些不法分子贪污犯 是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 而在9月1号俄罗斯检查之前 有意把他炸了 就这个说不过去啊 怎么贪污了生活费 要把这些人炸死呢 这是一个什么逻辑 我有点想不明白 贪污生活费呢 只能是这样的 以前的时候呢 我们也经常是会看到啊 以前唐朝的时候 阿鲁山那会儿就爱干这事对吧 虚报 就是虚报了 就是说我这个战俘营里面呢 我明明关了是200人 然后呢 我报这里面有2000人 那我就可以领更多的生活费了 对不对 假如说我多报了一些战俘 现在呢 我把他炸死一些 那我丈夫不就更少了吗 这个说不过去 完全说不过去 而且呢 你乌克兰之前是那么说的 现在又这么说 是不是之前说那个理由的时候 还没想好啊 之前是不是啊 只是想制造这么一个事端 只是说想把他们炸死啊 只要是他们不能开口说话就得了 那现在就发现 这事我也得解释清楚到底是为什么呀 不能是让别人怀疑我呀 所以呢 就说了那么一个事 听起来好像合理 但是呢 现在俄罗斯出来只认乌克兰官方 那乌克兰又做不错 哎 你只认我官方 那么现在我也只认你官方 这又抛出来了另外一个理论 说得过去吗 我这个分析说得过去吗 这个乌克兰呢 哎呀 我就认为乌克兰呢 是完全不可信的 完全不可信的 咱们不能说乌克兰 这整个的民族不可信 反正乌克兰这个小丑 总统领导的 他们这个班子 是特别不可信的 特别不靠谱 泽连斯基 说了不算算了不说 一会这么说 一会那么说 上午这么说 下午这么说 上句话这么说 下一句话这么说 对这个人这么说 对那个人那么说 对吧 完全自相矛盾的太多了 太多了 我想呢 全世界可能都不相信他了 我经常就看 咱们台湾同胞的 一些节目里面 他们就经常说 就是这个小丑总统泽连斯基呢 简直就成了一个笑话 说话根本就 没有什么可信度 没有任何可信度 话又说回来了 别说乌克兰 就他的主子美国 说话有可信度吗 对不对 一天到晚 那一会这么说 一会那么说 每次那个拜登和习近平通电话 都老实着呢 说的跟个人似的 可是回去就不是那么回事 人家习近平都已经都烦得够呛了 习近平说你这事 台湾这个事明明白白的 清清楚楚的 而且你美国 你还老是这么说 对不对 你能不能言行一致 你说一个国家 一个政府 一个总统 被人家 另一个国家的 国家领导人 当面就说 你能不能言行一致 脸还要不要了 还要脸吗 等于说脸就不要了 还舔着脸 还要跟习近平面对面 你还想怎么着 真的是 人要不要脸啊 没办法 没办法 这种人 你就没有办法去对他 像美国的这样呢 就是滚刀肉 用中国的这种滚刀肉 这种形容死 形容这样的人呢 是再确切不过了 就是滚刀肉 他的主子尚且如此 你说他的那个走狗 泽连斯基能好得了吗 对不对 他一会儿呢 得考虑自己 一会儿又得考虑他主子 所以说呢 他就说的话呢 一会儿这样 一会儿那样 自己说的话呢 过后就有否认 跟美国一样 就是耗栽赃别人 还有比美国 更会栽赃别人的吗 啊 台湾是怎么回事 美国不是最清楚了吗 像当年蒋介石 在大陆的时候 不就是你美国支持他吗 啊 后来怎么又 台湾成了这个样子了 你美国不知道吗 怎么台湾就跟中国 没有关系了 对不对 而且编造谎言说什么 新疆种族灭绝 还有比这个更荒唐的吗 全中国14亿人啊 还包括海外的这些华人啊 最知道美国 新疆种族灭绝 这个谎言有多荒唐 你要是撒了这么一谎 中国人就知道你美国是撒谎精 撒谎精 你都成精了 我这个视频呢 跟大家聊一下 佩罗西访问亚洲的这件事情 那佩罗西呢 是在29号当地时间下午 离开了华盛顿 然后就飞往亚洲 之后呢 据那些啊 专门追踪飞机的那些团体吧 一些专家吧 一些专业人士吧 他们公布的信息啊 说是佩罗西所乘坐的那个飞机 他先是去了夏威夷 因为美国太平洋海军司令部就在夏威夷 对吧 如果他要到亚太地区来的话呢 应该就是夏威夷他们那负责来护送他 如果护送的话 就应该是他护送他 因为之前的时候呢 美国方面就说了 如果说中国会采取一些军事行动的话呢 美国的军方就会去保护佩罗西的安全 如果他去台湾的话 那么根据国际上那些专门爱追踪飞机的 那些专业性的人士或者团体 他们透露呢 佩罗西这个飞机 他去了夏威夷以后呢 就失踪了 就再也没有了那架飞机的踪迹 那架飞机的代号呢 我就不说了 就说如何来判断的那些呢 我就不说了啊 我们就相信这个是真的 因为这是有一些人呢 是专门来追踪所有的飞机 他们都能够追踪到的 好 佩罗西这飞机 他到了夏威夷以后呢 他们就再也追踪不到了 那么这里面呢 就有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呢 就是佩罗西这个飞机呢 进行了一些隐身的 也就是呢 去除他能够放射出来信号的那些信号 就是把他那些信号都掩盖住 这个容易做到吗 应该是不容易做到吧 那就剩了另外的一种可能 就是他到了夏威夷以后吧 他更换了其他的飞机到亚洲来 那夏威夷的美军的太平洋总部呢 他们也没有什么行动 并没有安排什么航空母舰呀 或者是飞机呀 护送这个佩罗西 就说佩罗西呢 他很有可能是换了一架飞机 但是并没有护送的 那他为什么会换一架飞机呢 他就是为了让外界呢 跟踪不到他 那为什么他要让外界跟踪不到他 是说明他要去台湾吗 还是不要去台湾 那他如果是要去台湾的话 以这种方式就可以瞒天过海吗 他能够瞒得到民间的那些 所谓的跟踪飞机的那些专家 难道说能够瞒得过中国的军方吗 我相信他是瞒不过的 所以说呢 他应该不会以这种方式 仍然是还打算去台湾 那他这样做呢 我想他就是不想呢 让自己目标太大 另外呢 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 他也确实应该是有这方面的意图 为什么呢 你看啊 他昨天呢 已经从美国起飞 然后到亚洲 他第一站应该是去日本 他现在呢 应该是已经去了日本了 那么他到日本的这件事情呢 我没有看到有报道 反正我是没有看到 我用英文来搜索 佩罗西亚洲行的话呢 就全都是他之前29号 在美国之前的那些信息 美国所有的媒体 没有一家媒体报道了说 他到了亚洲以后 他去了哪 他干了什么 没有 那为什么说没有人报道 没有人知道吗 那绝对不是 佩罗西他这个出行呢 他随团一定是带着记者的 但是呢 这些记者全都没有发表 他的行踪的消息 就说明呢 他要对他的行踪进行保密 要把他这个注意力啊 降到最低 另外呢 佩罗西他从29号到30号 他一共是发了四条推文 我现在呢 是华盛顿时间下午8点钟 我看了佩罗西他的那个推特账号 29号开始一共发了四条推文 第一条推文呢 就是在29号中午的时候 他临行之前发的一个推文 公布说呢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这个周报记者会 完了以后呢 29号他又发了两条推文 一条呢 是关于老兵的 一条呢 是关于芯片法的 然后呢 就是今天 今天七个小时之前 也就是华盛顿时间 今天下午1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1点 北京时间呀 北美现在是30号啊 北京时间31号凌晨1点钟 他发的 他发的呢 是关于美国的这个健康问题的 他只字没提他的亚洲行 只字没有提关于台湾 这些呢 就说明他这一次的亚洲行呢 他想保持一个低调 不想吸引注意力 不希望大家来讨论这件事情 也就不想去惹中国或者中国人 那同时呢 我也看到台湾方面的外事部门 发了一个消息 他们说呢 没有收到佩洛西要访问台湾的这个消息 这个通知 没有这样的通知 这意思就是说呢 台湾没有做这样的安排 也就是佩洛西呢 很有可能已经是取消了到台湾去访问 如果之前有的话 之前其实也没说一定去 他为什么说不去了 原因呢 其实是很明显的 因为中国政府呢 这一次 解放军这一次 是不会坐出公管的 而且中国呢 当地时间30号啊 几乎一整天 都是在台湾汉峡进行军事演习 而且这个军事演习呢 就是实弹演习 就是实弹演习啊 那关于佩洛西 如果他胆敢去台湾访问的话 我们民间呢 很多人群情激昂 有很多人呢 全都出主意 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呢 就只针对这件事 如果佩洛西去台湾的话 如果没有军机的扩送的话 那么中国的军机会伴飞 并且呢 警告他 禁止他进入台湾的领空 希望他能够返回 那如果他返回的话呢 也就算了 对吧 如果他不返回的话 那么就有三个选择 最严厉的一个呢 就是给他打下来 第二个呢 就逼他 给他逼到中国大陆 去降落 第三个呢 就是半飞他 一直半飞他 那进入台湾以后呢 如果他降落的话 中国的军机呢 就在空中盘旋 在空中盘旋 同时呢 喊话 希望他马上离开 那如果他离开的话呢 也就算了 那如果不离开的话呢 那就对他动手了 就投炸弹 给他炸了 那另外的一个选择呢 就是 如果说佩洛西 在军机的护送之下 进入台湾的领空 告诉说 你已经进入了 我们中国的领空 有的人说呀 事先要公布 事先宣布说 台湾是中国的领空 中国是具有主权 佩洛西 如果你来的话 我就给你打下来 我认为 这个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中国 一直都是主张 台湾就是中国的 一部分 台湾的领空 就是中国的领空 怎么还需要宣布呢 宣布不宣布 他都是 我为什么要宣布 如果你宣布的话 好像以前不是似的 所以我不主张去宣布 没有必要去宣布 当时应该警告他 你已经进入了 中国的领空 现在我请你离开 如果你不离开的话 那我就给你打下来 直接就打下来 而且就对台湾 就开始这个 武装统一的 特别军事行动 接管台湾了 从接管领空开始 接管台湾了 那关于这件事呢 环球时报的前主编 胡锡进呀 他在昨天的时候呢 29号 在他的推特账号里面呀 他就发了一个推文 他的推文呢 就说 美军战机及美国联邦众议院 议长佩洛西 若进入台湾12海里的上空 中国将有权发射导弹 击落美军战机 和佩洛西乘坐的专机 这是胡锡进发的一个推文 特别有意思的是 29号 胡锡进发了这个推文以后呢 推特这个平台呀 就警告胡锡进 说呢 警告你 你马上把这个删了 如果你不删 那你的账号将被封 同时呢 他的账号呢 已经禁言了 那胡锡进呢 今天就又发了一个推文 他现在这个推文 能让大家看到 很显然 他这个账号呢 已经解开了 但是他之前发的 那个推特已经不见了 老胡就说了 这个经过 因为他之前发了那个推文 就被警告 如果不删除呢 将永久性的封锁 你这个账号 那他说呢 在人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所以呢 我就把那个贴文呢 已经删了 但是我已经表达的意思呢 全世界已经都知道了 那这就是美国的言论自由 老胡的这个账号啊 被删的这件事啊 就是一个美国 根本就没有言论自由的 一个铁证 一个铁证啊 老胡不能发表 这样的看法吗 就老胡说的内容不行吗 如果佩洛西 在美国军方的护送之下 如果是进入 台湾十二海里的话 中国有权利 来把他打下来呀 中国是有这个权利 这是我的主权呀 你这是一个侵略的行为啊 你的军机都进入 我的十二海里了 之前中国已经反复警告了呀 后果由你自己自负啊 再说了 老胡他现在 也只是一个 普通的一个民众而已啊 不可以吗 那美国有很多人 都会讨论这样的事情 那推特怎么都没有封号呢 是不是 美国就是叫嚣 对别人这个那个的 定点清除那样的 都经常有讨论啊 所以这件事情呢 其实美国也是自我打脸 作为推特来说呢 如果不是美国政府的 这种受益的话呢 推特不会去删 他这个推文的 不会因此去封他的账号的 为什么呀 凭什么呀 对不对 大家讨论嘛 你有什么权利 我有什么权利 不行啊 那他这个行为呢 就是自我打脸 不是标榜了言论自由吗 现在老胡的账号 就是因为老胡 有这样的看法 就要被封 这就是你们美国的 言论自由吗 对不对 那我们再说了 老胡他发了这个推文之后呢 蓬佩奥啊 出来蹭热度 蓬佩奥最近呢 就是蹭热度 因为蓬佩奥 2024年的时候呢 他要竞选总统 我认为他一点希望都没有 但是蓬佩奥能蹭热度 就蹭热度了 最近就狂蹭培罗西 访问台湾这件事 他还想跟培罗西一块去呢 在老胡发了这个推文以后呢 蓬佩奥就发文说什么 他说呢 这是美国和台湾 两个主权国家的事 呼吁美国总统拜登 必须全力支持 佩洛西访问台湾 你看到没 你推特为什么不把 蓬佩奥的这个推文 让他删了 这是不是造谣 台湾是主权国家吗 这难道不是造谣吗 蓬佩奥他一个是蹭热度 另外一个呢 他就是鼓动事 他就是想让这个民主党啊 闹出事来 把事闹大 然后呢 再攻击民主党 在这一次的区中选举 和下一次的总统大选当中 共和党呢 会更有利 这是老胡发的这个推文 以及老胡发了推文 以后呢 蓬佩奥也跟着蹭热度 蓬佩奥的这个险恶用心呢 是司马昭之心 尽人皆知的 一目了然的 他什么目的 好 总之一句话呢 现在我们不知道 佩罗西的行踪是什么 他那个飞机呢 也失踪了 但是呢 他人现在肯定是好好的 因为呢 七个小时之前 他发了一个推文 他发这个推文呢 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让你们大家 你不要以为说 我已经失踪了啊 你不要以为说 我这飞机失势了啊 你不要以为说 我已经被中国 已经打下来了 或者是迫降了 或者是怎么样啊 他是想起这么一个作用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